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解孔子论语离忍篇第十八节 子曰,是父母极简,见智不从,又惊不畏,劳尔无怨 那么,是呢,就是对待,为谁谁做事,侍奉 己呢,就和这个,他的形状一样,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大鞠躬 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实际上就是表示一种尊重 那么,对谁表示尊重呢,对自己的恩人 恩呢,就是我们对别人的亏欠 就是说,用一百八十度的大鞠躬来表示 自己感觉到了自己对别人的亏欠 认识到了自己对别人的亏欠 那么,对这个亏欠的对象呢 做出一种反应,就是所谓的尊重 那么,和一个态度 简呢,就是 这个,建议 简单的理解成建议 在古时候呢,就说是个 简,就是指建言 就是你有某一方面,就我们现在叫 理论,你认识到一个 真理真相 这确确实实,不容易 那么,你要建立一种说法 那么,发明一个字啊,等等 这属于简 那么,再后来呢,简言变为就是 对 对方的建议 那么,什么为什么叫建议呢 就是说,跟对方的这个认知 考虑事情的方向啊,不同 那么,有 另外一个看法,称之为简 那么,就是建议 那么 后面这个简呢,就是 发现 或者是 发现,当然了 不光是眼嘛 各种 人的,这种各种感官 所感知到的,成之为简 智呢,我们说过叫 心知所向 就是那种 一种趋势嘛 心理的追求 从 就是前有后随 成为从 就是 跟随 在这里呢,就 说 接受 这意思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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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重复 啊 复为又嘛 就是说 多次 又 这里呢,就是说 反而的意思 这个 静呢,我们说 我就是 内心的一种尊重 当然不用向前面那个急 那这一种 内心和 外在的 这个 结合体 叫 恭 敬 恭敬 你看没有 其实就是从这 这个 为 其实呢 就是指改变 为嘛 就跟错误为呢 不就是改变吗 跟跟正确为呢 就是变错嘛 为的本意呢 就是 改变的意思 当然啊 我们发展到今天 叫做 违背 那么 我们用今天的话 违背去解释 孔子当年说的话 那么 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我们 还是 取他的原意 改变 劳呢 我们分享过 劳呢 就是 看完火 那份才是 很劳顿 啊 你半修也要起来 刮风下雨 火灭了 不得了的事 这里 这一个族群 就靠着他了 所以 又费 心 又费力 啊 还得 刮风下雨 要遮挡起来 别让风刮了 啊 别让雨淋了 那么 大热的天呢 还要摆上水 去看着 哎呦 别让他引起火灾 那个半修 要起来看一看 他灭了没有啊 是不是该 添加柴火了 叫他延续啊 哎呦 所以叫劳 就是很烦心的事 叫劳 说起来说 也就是说换 担心 那么 愿呢 我们说嘛 心 上面有个多 啊 就是说 认为自己 受到了 很多的 这个不公平 啊 别人亏欠 自己很多 啊 才会感觉到怨 那么就 从无种程度来讲 就是恨 啊 我们今天 认知怨 就是指怨恨 啊 憎恨 那么孔子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既然我们每个字都 啊 讲到了 那么孔子在这说 是父母 己见 那么在这 这有一个前提 怎么是父母呢 就是发觉父母 啊 为人处事呢 有欠缺 不合适 那你作为 子辈 你不能 视而不见 视而不见 就是不孝 那么你 感觉到 对父母 父辈的 有归欠 那么你就要去建议 把政策的道理 告诉父母 这也是一种孝 这也就是孝 那么但是呢 发觉父母做的事 或者是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发现不了嘛 就是 所思 所想 所行 不合适 哎 有欠缺 那么就要给父母 建议 那怎么建呢 要180度的大鞠躬 很谦卑的 啊 去进行建议 不能以训斥的态度 也不用用微软 直话直说 但是呢 要 有一个这个感恩的态度 在里面 去对父母 不合适 不正确的行为 或者思想 进行劝解 那么 这就是 是父母 急见 啊 就是在这种形状上 就是给父母去建议 那么建制不从 建的发现 父母呢 不想改变 他不接受 就是 见父母 就是 从内心里头 就不想去改变 就是不愿意 听从 你的这个 建议 那怎么办呢 幼静不为 幼呢 就是 我们刚才说了嘛 就是 重复 就是 但是 反 反过来 就是 反之 但是的意思 静 静是什么 我们说了 就是尊重 不为 是不改变 要 反过来呢 父母 就是 不想去 尊重你的建议 那么反过来呢 我们 尊重 他的 不尊重 就是 不改变 尊重他 坚持他的这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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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 自己个人的见解 自己的感知 我们的建议 也就是说 不必接受 但是我们 尊重他 不接受我们的建议 这叫 静不为 不 又尊重 他不去改变 就是不接受 我们的建议 老 就是担心 而不愿 那么 担心 父母 不改变 这种状态 因为什么 你不合适的 这个 不恰当的 一些行为和思想 确实 你要担心 但是呢 你不能去怨恨 你这样不行 你一定要听我呢 我恨你 你不听我呢 不可以 那么 那么 这一段话的 中心思想 那么恐惧告诉我们 对待父母 不合适 不恰当的 言行和 言语行为 那么 要 用最谦卑的态度 去对他们 建议 那么 发现他们 并不想 接受我们的建议 那么 不想改变 反过来 我们 也尊重 他这种 不接受我们的建议 也不想改变的 这种 选择 我们 要怀着 担心 因为担心 父母做的 不合适 不恰当 我们是有担心 但是呢 不能去 憎恨父母 对我们建议的 这种态度 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